那我们的配备有我们的温温枪 量体温 喷酒精 填血 实名制 接着就是检查随身的物品 像是相机或是具有照相功能的手机 可以选择关机或是先放在外面保管 确认没有问题后就进到下一关 站在一公尺的白线外保持社交距离 再把印章身份证交给选务人员后 接着把口罩拉下来 确认身份无误 领取公投选票后 就可以进去投票 中选会举行投票预演 不过疫情警报还没完全解除 问有人发烧能不能投票 防疫相关的规定 我们都是根据CDC他们的规范 那也因此不能够出来投票的 包括居家检疫居家隔离 包括自主健康管理之中 他们是被要求去检查 检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 那也不可以来投票 那体温高他还是可以进来投票 因为他有投票权 我们有特别动线的规划 有这个防疫专用的折评 要让更多人可以投票 就算体温偏高 但只要没有超过38度也没问题 有自己的动线以及圈票处 将会跟一般民众错开 而这次公投跟一般选举不一样 投票日当天可以从事宣传活动 但仍要遵守法律规定 法律的条文是这样子规定 就是说不能够穿着或者是携带 跟公投有关文字符号 以及图像的贴纸 或者是衣饰等等 如果写同意不同意 到底是什么 这个根据社会的经验 大家应该都了然于心 当天是可以宣传的 你可以在30公尺以外 2018年大排长龙 今年不会大排长龙 至少10点前应该都要可以 有投票结果 李建勇信心满满 因为这次公投没有绑大选 边投票边开票的状况 不会再度上演 不过4项公投加上蓝绿阵营 全力催票 恐怕要等到晚上10点 结果才能出炉 欢迎新闻 蔡宇智洋芷 台北报导 公民投票决定政策方向 反萊猪尽头 公投绑大选 重启核四 真爱藻礁 台湾的下一步 人民如何抉择 12月18日晚间10点 请锁定 有评有据看台湾 决战四大公投 特别节目